伊朗在1号向以色列发射了将近200枚导弹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出了安全提醒 呼吁在伊朗的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 另外146名在黎巴嫩的中国公民 也在星期三搭乘了国航包机反抵北京 我们在踏上国土的这一刻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们知道我们安全了 那么截止到今天我们已分两批次 安全撤离了215位中国公民 其中包括三位香港居民和一位台湾同胞 根据了解有意愿撤离的中国公民 目前都已经安全地离开黎巴嫩 其中137人是在黎巴嫩中资企业的员工 有9个人是在黎巴嫩的华侨 当中也包含了一名香港人 还有一名台湾人 而接下来就是要关注的是伊朗情势了 大陆使馆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 密切注意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证实 他下令美军积极来协助以色列防御 来自伊朗的飞弹 拜登强调美国是完全支持以色列 因为很重要 甚至他连讲三次 所以我来自苗的帮助给我 就是要关注的 这一天呢 我来自苗的感应